另外,我今天在這一節說了 今天可能會接收到訊息的人 少了,但也要說多次了 我一個網友常來買東西 我問他幾次做什麼做清潔的 他是專業的清潔公司 OK? I'm seeking for you 我正在找你,因為為什麼呢? 我也想找個專業,不是找個姐姐 做清潔的人和我的新居租回來而已 就是屋做清潔 你如果聽到我的訊息 就WhatsApp我66982429 66982429 OK? 好了,那今天我來了什麼課呢? 首先我要交代一下口罩 口罩我剪掉了 因為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口罩呢? 其實林康正成 其實我不斷有口罩 其實甚至可以這麼說 因為今次有很多 我其他朋友給我的口罩 的機會我都推了 但是有兩件事 第一,我答應了這個朋友 所以我推了給我的朋友 第二,我其他朋友給我的口罩 價錢是再便宜一些 但他們不能夠show到證書 產地我不介意,或是印尼 但我一定要去證書 才能夠確保它的Quality 我講了口罩 203、206之後 其實這些是市價甚至乎有些貴 我猜不到反應仍然這麼熱烈 有人躺在街上等 令到我好兩股氣 就這樣叫他們回家先看 那個Wanda就說星期一到 結果變成星期二 星期二就跟我說他被人難逃遲 結果星期三 或是星期四 就盡量星期三 我昨晚跟他說不要了 我不管你什麼 你是找我來砌貨還是怎樣 什麼都不重要 為什麼我給那個價錢 我給得高 我就是要現貨 有證書的現貨 你給我 但現在你就像一般般說 個個都說有貨 但個個都沒有貨 我跟他說 今天四點前你給得到我 因為四點前給得到我 我還可以今晚做 如果不是今晚做不到之餘 我亦都覺得風險越來越高 因為市面上其實有很多口罩 現在在賣二百多元 我亦都覺得風險越來越高 因為市面上其實有很多口罩 現在在賣二百多元 我亦都覺得風險越來越高 因為市面上其實有很多口罩 現在在賣二百多元 但是我仍然跟大家說 大家仍然需要買的 不要打算會多 誰有1元過 外面生產10萬 是不夠的 外面的口罩是越來越貴 為什麼現在人們開始便宜 是因為香港人使得起錢 所以你不要罵人家炒口罩 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經濟堂 這個是不存在 發不發國難財的 我認為 你想想現在想發國難財都發不到 因為供應多了 我跟大家講很多口罩 我看一看 他們只是賺十元二十元一盒 就是藥房 可能批發又賺十元二十元 拿貨又賺十元二十元 但是那個拆架回來 可能五、十元 就是這樣 為什麼都拿到呢 就是因為你們肯給高的價錢 香港人的消費力強 對於全世界都 於是乎有這班口罩 來到 也因為這麼多人 捐通捐納 你說到找這些 全世界最厲害 就是香港人 我告訴你 不是香港政府 即使美國 日本一定是不夠香港人 最捐通捐納 最厲害的 好了 這批口罩離開之後 於是市面有口罩 大家就開始為 因為這個口罩大家都明白 平時是8毛錢 6毛錢1元 大家不會去擔心 於是乎 就用一個將近接近的市價 甚至乎 價錢賺少少 就散貨 但是很多人都不買 第一 不知道是什麼口罩 因為我留意到很多人買口罩 怎麼買呢 十個八個買 譬如說六十元十個 十個可以用十三四日 有些信用人不快空 說不設街 是 看看什麼環境 再繼續去買 這是很危險的 我告訴大家 因為如果新造的口罩 我不算是stop up 那些 基本上 他的asking 全部都是在說 即是說50個 有BF E7C 達獨標準的口罩 三層的口罩 全共報告示仍然是說200元左右 你們有沒有留意 你們看到盒 回來的口罩 除了包裝不是那麼漂亮之外 其實盒是有些舊的 你們有沒有留意 是不是 而不是新printing的新貨 這批貨是殺光的 所以如果你認為疫情 你要自己評估疫情 其實如果你說你是afford 得到的 我勸你仍然 我沒得賣的了 我不賣因為我剪掉了 我沒得賣的了 我不賣的了 我不賣的了 我仍然勸大家趁著 現在200多元的時候 買回一些貨 是要買回一些貨 當然不用買太多 特別是有EA Mask 其實如果買過EA Mask的朋友就知道 一個口罩 你買一個更漂亮的 N94 N95 KF94 基本上有EA Mask 其實那個口罩 我覺得可以用一個月 不要那麼誇張 一個星期 就不要被假象 以為越來越多越便宜 就不要被假象 以為越來越多越便宜 就不要被假象 以為越來越多越便宜 反而便宜不買 這個是不是奇怪的現象 400元去排隊 是不是奇怪的現象 這也解釋了 為何之前 有人肯去很遠 去杜拜 九龍灣 去排 買回來 他不是買得太貴 幾十元 百一二元 那些人排莫敬的隊 而四百多元都有人去買到 不會是貴的 他標得起那個價錢 他就要 他就要 他就買得到的 他買不到 他就要下二百多元 最後他可能會輸 但是你在這個過程裏面 就保證了 你無論在便宜價和貴價的時候 都有貨 因為你肯付錢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一個供求 沒有說什麼國不國爛財 我真心覺得 當然你可以說好像股仔那些 我認為這些是真的沒得頂的 政黨的 老實說我是不以為言的 因為老實說他們想選舉 不過都是幫到一些人 等於做善事的道理一樣 我們就不會這樣 握權雙向 最垃圾的當然是香港政府 不用說 所以口罩我就是不做了 對不起了 我不明白為何 大家過了 周解到是 都要跟我排隊 可能你們信得過我 又或者這兩天 我對你們的惡權雙向 希望大家原諒 是這樣的 不忍原諒就不要這麼聽 唯有這樣 OK